2012年5月22日 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 1億6645萬4千多 比上天增加了61萬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1萬2千多 去到345萬6千多 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仍然是印度 增加了25萬4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4千多 現在他們的總確診數目 現在是2628萬5千多 死亡方面是29萬5千多 但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數字應該是嚴重地被低估了 第二個多新增確診的地方是 花西多了7萬7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2千多 阿根廷增加了3萬5千的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增加了將近700人 美國仍然增加了2萬8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將近650人 哥倫比亞增加了1萬4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將近500人 法國增加了1萬2千多 伊朗也增加了1萬1千多 現在總共有7個國家 今日新增確診數目是超過1萬 土耳其增加了9千多 俄羅斯仍然增加了8千多 李博爾仍然高企增加了8千多 德國也增加了8千多 智利7千多 6千多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5千多有印度尼西亞和日本 意大利等等 等等 谢谢大家